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一顶历史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美女有很多 除了我们所知道的王昭君,貂蝉,西施,杨宇桓 四个人都有陈鱼落雁,碧月,修花这种帽之外 历史上除了这些美人,还有另外一个 我们熟悉她的才能,但是却忽略了她的美貌 这个女子就是武则天 武则天究竟长什么样子呢 一孙十相为我们揭开了答案 武则天登上皇位后 施金仪修筑黄泽寺 准许庙宇内供奉她的十相 并特意下诏 要求十相按照她的真容雕刻 这尊十相一直供奉在寺内 历经一千三百年风雨 至今仍然存在 外层镶嵌金箔 这尊十相也成为了武则天容貌的唯一借鉴 观瞻十相我们发现 武则天容貌宽额广景眉目舒朗 给人颇为富她的感觉 是非常典型的大方国字脸 端庄的神情中透着一股淡然自若 甚至有种男儿的鹰武器 绝非是娇小柔弱的女流 这和我们在电视剧中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故而由此可以看出 唐朝时期的审美绝非是 今天这般的瘦子 瓜子脸 锥子脸一类 而是面如满月般的脸庞 事实上 看过武则天十相后 就很容易想到 唐代古墓中绘制的壁画 那里呈现的女子 即是大圆脸 肉嘟嘟 足见武则天杨贵妃 以及壁画中的侍女图 都是大同小异的